1. 抱姐抱姐想问问马天宇啊啊啊啊 她现在资源怎样?有女朋友吗?她的资源很不错 这么多年拍戏也一直都没怎么涨价 所以片约不断 并且她男一男二男三不愿意演 导演们就喜欢跟这样的演员合作 她的性格跟郑爽有点像 不争不强 能挣多少靠自己本事不喜欢炒作 在她最红的那几年和去年 一些媒体曾经出动过三十几人次的狗仔去跟拍马天宇 但跟了一个月啥都没拍到 更别谈恋情之类的了 所以后来就没人去po拍她了 6. 吴清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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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被邀请去了歌手 不过到现在好像一直都没有去世国英 但现在歌手的试音环节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她大概又是不会去了 苏达绿那个组合虽然没有宣布解散 其实已经跟解散没什么区别了 吴清峰这段时间一直是以个人的身份在圈内参加活动与综艺 The Question 3 报解 乐华妻子还要捆绑多久啊 绑到合约结束 或者彻底撕开吧 这个团真的是硬拼起来的 圈里一直偷偷叫他们拼盘组合 没有所谓的团魂 都是各自无为战 自身热度高的 不想买热度低的 热度低的也不屑蹭别人的热度 组合参与的公司又多 所以情况是挺复杂的 一时半会真解决不了 The Fourth Question 4 报解 说说是小龙的情感经历吧 谢谢她在圈内比较出名的前任就是和解了 除了和解她的其他前任有过一个18线 现在退圈了 其他基本都不是圈内人 她现在有对象 比她小五六岁 圈外人 其实是小龙这几年的发展重心不在圈内 而在做生意 她拍戏挣的钱也都用到投资生意上了 The Fourth Question 5 想问问陆寒家庭背景 是已经融入金圈了吗 陆寒自己本身就是半个金圈人 她也是机关大院长大的 大家就会遇吓个金色的 大家就会遇见